第三合同变更 这个合同变更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我们这一章的一个重重重重重要的一个考点 也是一个难点 也是一个难点 那具体难到什么程度呢 也没有说太难吧 也是从文字上去把握去理解 那么这里呢就会涉及到很多的案例了 那我们这一章增加的很多案例呢 也是集中在这个合同变更这一部分 那大家呢 在学习这些案例的时候啊 就像读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一样 把它理解了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合同变更 我们之前在讲租赁的时候 是不是租赁合同也有变更啊 这里可以类比租赁合同的变更 本节所称的合同变更啊 是指经合同各方同意 对元合同的什么 范围或价格 或者两者 也就是说范围加价格 做出的一个变更 什么意思呢 合同范围 比如说啊 我要卖你1000件A产品 然后呢 我要卖你2000件B产品 那现在呢 我的合同范围变了 我要变成卖你500件A产品 卖你1000件B产品 可以吗 可以 范围的一个变更 那也可能呢 这是范围的降低 也可能呢 范围增加嘛 也可能我是增加这个件数 或者是我价格进行修改 我原来呢 1000件A产品 啊 我每件一元 那我现在呢 变成每件两元 我价格做了一个变更 或者是我范围和价格 一起做变更 这叫做合同变更 那这个合同变更啊 我们应该分三种情况 来进行处理 三种情况 那这三种情形啊 是需要你去判断的 就给你一个小案例 你能够判断出来 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合同变更 那大家还记得 我们之前讲的 租赁合同变更吗 租赁合同变更 我们是要区分 这个租赁 它是不是能作为一项 单独的租赁来处理吗 作为一个单独租赁 或者作为一个非单独租赁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要去区分一下 这个合同变更啊 是不是能作为一份 单独的合同 还是不能作为一份 单独的合同 三种情况啊 那三种情况里面啊 难度比较大的 应该是第二种情况 或者说判断起来 稍微有一点难度的 应该是第二种情况 但我们判断起来 也有这个方法和思误啊 就是第一种情况呢 你是比较容易判断的 那第三种情况呢 也是比较容易判断的 如果你判断了一种情况 它不属于一 它也不属于三 它不就属于二了吗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 曲线救国的方式 去判断一下 它属于哪种类型的 合同变更 那为什么要去判断一下 它属于哪种类型的 合同变更呢 因为不同类型的 或者不同情形的 合同变更啊 我的会计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有的是作为单项合同 有的是作为新合同 有的是作为一个原合同 更新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 先看第一种情形 这个合同变更部分啊 它作为一项单独的合同 也就是说 我增加了一个新合同呗 这个单独的合同 意思就是 我和原合同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我变更的部分 自己作为一个新合同处理啊 我原合同是原合同 我新变更的是新变更的 作为一份单独合同 也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会有一个原合同 一个新合同 也就是说 我会有两份合同 并且这两份合同是 互补影响的 对吧 那什么情况下 我可以将变更的这个部分 作为一项单独合同呢 它适用的条件 非常重要 把它记住了 记牢了 第一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及合同价款 第二 新增的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哎 怎么这么熟悉啊 因为它和租赁合同里边 作为一项单独的租赁 它的适用条件 非常的像 对吧 单独租赁我们也是一样 增加租赁的范围 一定是增加吧 那这里是不是也是讲到 它是增加呀 啊 并且我们增加了这个租赁的 也变 增加这个范围 它的对价要是相当的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 你增加了这个部分的价款 也要反映它单独的售价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适用条件 这个适用条件 这句这句话 你不要 简单的看 它是几个字 当然它包含的信息 还是比较多的 第一 刚才说了 它必须是增加 如果减少行不行 不行啊 你想呀 它现在是要把 这是原合同 是吧 那我现在做了一个变更 我如果说 我是砍掉一部分的话 我把这部分砍掉了 那你怎么能把它作为一项 单独的租赁呢 你把谁作为单独 单独的合同呢 不是租赁啊 怎么把它作为一个单独合同 你没法作为单独的合同 是吧 我们现在是要把新增的一个部分 作为单独合同啊 所以它肯定只能是增加 也就是说这是原合同 然后我增加了一块呗 然后这是原合同 这是新合同 我分别处理嘛 它必须必须是增加 增加了什么呢 可明确区分的 什么叫可明确区分的呀 很简单 可明确区分的 比如说啊 我们以这个电脑为例吧 假设我的产品是电脑 我原来的合同呢 是订立100台电脑 那我现在啊 又增加了一个50台电脑的一个订单 那我每台电脑是可区分吗 是啊 是明确可以区分的 那能不能举一个不可明确区分的例子 可以啊 我们教材后面也有一个案例 是不可区分的 最典型的一个不可区分的案例呢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这个企业和客户之间 我订立一个合同 这个合同啊 是去修一个建筑物 比如说给他修一个厂房 修一个办公大楼 然后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合同变更呢 我把这个屋顶修了一下 我原来的这个屋顶啊 有一种设计啊 那么现在把这个屋顶呢 它的设计改了 修改了这个屋顶 那你想想 你变更的这一部分 修改了这个屋顶 和你的这个建筑物 原这个建筑物能分开吗 不能 就是说我新增的这个变更部分 和我的原合同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这个商品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那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举的不可区分的一个情形啊 都是在移动建筑物上做一些修改 做一些零星的修改 这叫做不可区分 但一般情况下啊 商品都是可以区分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电脑 是不是每台电脑都可以区分的 电梯可以区分 机器设备也可以区分 基本上商品都是可以区分的 那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什么 商品 集 这个字啊 用的是集 也就是说 我必须要增加商品 和这个合同价款吧 我只增加商品 不增加合同价款 行吗 不行 我只增加 合同价款 不增加商品 行吗 也不行 必须是商品和合同价款 一起增加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原来定100台电脑 我现在做了一个变更 假设我是 增加50台电脑 这是增加吧 是可明确其风吧 是 但是这50台电脑啊 我收的这个价款 是零 也就是说 我不收你这个价款 可能这个市场当中啊 出现了这个 竞争性的一些产品 那么这个企业呢 就给这个 客户降了下价 送你50台 那么这50台没有收价 它能不能 是属于我们情形一样 不行 它就不能作为一项 这50台电脑 就不能作为一项 单独的合同来处理 因为它只增加了商品 没有增加价款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增加 我这个100台电脑啊 我现在增加一个价款 我增加了10万 价款 我觉得这个成本上升了 不够 只增加价款行吗 也不行 也不行 它必须是匹配的 比如说这个50台电脑啊 我增加了 而且我也收线了你一个价款 假设啊 我原来订合同的时候啊 这一 这这个100台电脑啊 每台电脑是1万块钱 那现在我增加了这50台电脑啊 我分几种几种情况啊 第一种情况是 我增加了这50台电脑啊 还是1万 1万元一台 然后这个1万元一台 就和我原来的这个价款是一样的 是吧 也就是说 我增加了商品和合同价款 可以吗 可以啊 就符合我们这个条件了 增加了可明确的区分的商品和合同价款 那么它也可能呢 我增加了这个价款 假设我给你便宜点啊 0.2万元每台 这叫不叫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及合同价款 这两种情况都叫做增加了商品及合同价款 但是它能不能作为一项单独的合同来处理 不一定 因为它要 它还要满足后面一个条件 因为这个字用的是企业 就是后面这个条件也要满足 什么条件 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啊 也不是随便乱定的 假设我现在的单独售价 我卖它的话 这个单独售价也是1万元一台 那么增加的这50台电脑 如果是1万元一台的话 它就可以将这个变更部分 这50台电脑作为一份单独的合同来处理 那这0.2万元每台的价格太低了 它没有反映这个新增的商品 50台电脑它的单独售价 所以它就不能够作为一份单独的合同来进行处理 这个能明白吧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这50台电脑我在变更的时候 因为这个100台电脑啊 我是合同开始日签订的嘛 那这50台电脑我可能是 合同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开始日之后一定时间了 那现在这50台电脑 可能我试价只有0.8万元每台 那我现在增加了这50台电脑 我定为0.8万元一台 可以吗 它和我们合同开始日这个1万元一台 价格不一样 可以 它只要 你注意 只要能够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它都是可以作为合同变更 这个作为一份单独的合同来处理的 也就是说 我新增的这个部分的单独售价 可以和原来的这个产品 单价不一样 可以的 要求就是 只要反映它目前目前目前这个状态 合同变更日这个状态 它的单独售价就可以了 那有同学说 老师 你这个就比较难了 我怎么去判断 它是不是反映了新增的单独售价呢 题目里都会直接给你说明白 这个价款是不是反映了单独售价 不需要你自己去判断 你只需要知道 如果想要作为一份单独的合同来处理 它必须要必须要同时满读 这些条件就可以了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及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那么建议大家把这句话背牢了 这是情形一 再来看一下情形三 最后倒计情形二 情形三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在合同变更日重新计算履约进度 并调整当期收入和相应成本 也就是说它不追溯调整 因为它调整的是当期的收入和相应成本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新新变更了是吧 我变更呢 是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我只有原合同 一份合同吧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种情形 是不是两份合同 那现在第三种情况呢 它是只有一份合同 只有一份合同 那什么情况下属于三呢 很好判断 这个合同啊 不属于情形一 把一排除了 且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让的商品 与未转让的商品之间 不可明确区分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建筑物修屋顶 改变它的屋顶的这个建筑方式 那么新增的变更这一部分和原合同 是不可区分的 这种情况下就是三 三 你要记住一个要点 不可区分 不可明确区分 不可明确区分 那它的要求就是 原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来进行处理办 因为它不能区分啊 你不能把这个原合同给撇开 你新增的这个变更部分 和你原合同是密切相关的 你只能把它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啊 你是给你这个建筑物修屋顶的 对吧 你怎么能把这个修屋顶工作 单独做一份合同呢 奇怪得很 那只能做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但因为你修改了这个合同啊 所以你需要在变更日啊 重新去计算履约进度 比如说我们修建筑物的话 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修的这个进度 我们叫做履约进度 去确认收入啊 那因为你修改了你的条款 所以你履约的进度可能会变化 那履约进度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么你收入和成本不也会发生变化吗 所以你要去调整 你在变更 合同变更当期的一个收入和成本就行了 你不需要去追溯之前啊 你在合并变更之前的一个收入和成本 前期的 不需要不需要 因为不是差错 不是差错更正 也不是政策变更 所以你不需要去追溯调整哦 你只需要去调整当期当期当期 它的一个收入和效应成本 待会我们会给大家案例展示 剩下的就是第二了 这个第二啊 合同不属于情形一 把一排出来 且合同变更日 移转让的商品和未转让的商品之间 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那么这个 其实就是啊 刚才讲的 你排除了情形一和排除了情形三之后 剩下的都是情形二 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你增加了这50台电脑 你没收价格 你增加了一个价款 你增加了这50台电脑 原合同终止 同时将原合同未履约的部分 与新合同变更部分 合并为一个新合同 也就是说最终我形成了什么 原合同 终止 新合同 成立 也就是说我最终会形成一个新合同 将原合同未履约的部分 与合同变更部分 合并为一个新合同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100台电脑 我这100台电脑啊 我可能现在啊 只完成了40台 只交给了你40台 这叫做我 已转让的商品吧 这叫已转让 因为我已经给你了 在变更时点啊 它已经转让出去40台了 也就是说我还有60台 是不是还没有给你啊 这叫做未转让吧 未转让的商品 已转让的商品和未转让的商品 能明确区分吗 肯定能啊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新增的50台吗 这叫新合同增加的吗 是吧 新增的 那我现在要把原合同终止 原来这100台的合同终止掉 将 合同未履约的部分 未履约的是多少 60台 与合同变更的部分 多少 50台 合并成一个新合同 也就是说这60台和50台 我把它合在一起 再作为一个新合同 来处理就可以了 原来未转让的一个商品 加上我现在新增加的一部分商品 作为一个新合同来进行处理 这个新合同啊 我要确定交易价格 因为我后期要确认稍入收入呗 那这个新合同的交易价格 应当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合 那肯定两部分吧 因为它是两部分合在一起的 哪两部分之合啊 一是原合同交易价格中 尚未确认收入的这个部分 我这60台 假设 我这60台原来不是1万元一台吗 那么这60台是不是还有一个 60万元没有去确认了 再加上 我合同变更中 客户已承诺的对价金额 那假设这50 50台电脑 我每台是0.2万元 也就是说我50乘以0.2 是我新合同要确认的一个交易价格吧 那这60万加上50乘以0.2 那就是我整个新合同 需要确认的一个交易价格吗 好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这三种情况有点晕了 我们马上给大家展示N个案例 那你注意啊 这些案例还是理解为主 不需要去背诵 不需要背诵 那所有的案例其实 它的理论之神啊 就是这张表 所以这张表非常重要 我讲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那么注意有一点啊 再提醒一下大家 它和我们租赁一样 这个情形一样 如果说这个合同变更的时候 企业由于无需发展新客户等 所需发生的相关销售费用 可能会向客户提供一定的折扣 从而在新增商品单独售价的基础上 予以调整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100台电脑啊 是原来的合同 我现在又增加50台电脑 那这50台电脑呢 当下的一个市场价格 可能是还是1万元一台 但是我给你呢 我可能是0.8万元一台 为什么 因为你省下了这部分钱啊 是我要去发展新客户 可能会发花费的一些销售费用 所以我适当的给了你一点点小折扣 那么这种适当的啊 为了节省发展新客户 所发生的一些销售费用的一个折扣 我们是可以允许它存在的 它可以是作为单独合同 这个是不是和租赁也是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题啊 这个例题是我们情形一的例题 A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每周为客户的办公楼提供保洁服务 这种保洁服务啊 你注意它虽然是一种服务 但是这种服务啊 是明确可以区分的 像我买的一台一台的电脑是一样的 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合同期限呢 是三年 这个客户啊 每年向A公司支付服务费十万元 这个价格反映了合同开始日 该项服务的单独售价 这个没什么用 在第二年末 也就是说合同还有几年了 还有一年 合同双方对合同进行了变更 以二十万元的价格 将合同期限延长三年 假定这个价格 反映了合同变更日 这三年服务的单独售价 那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了 它有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是不是都会告诉你啊 不需要你去判断啊 那每年的服务费十六点六七万元 与每年年初支付上述价格 不包含增值税 那么这个题目 它是不是属于情形一啊 那我们就去判断嘛 想一想情形一它的要求 增加了 它是不是增加了 是二十万元的价格 将合同期限延长三年 可明确区分的 是不是可明确区分的 是我提供的保洁服务 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增加了 你一方面要增加商品 另一方面要增加 合同的这个价款 那增加了没 合同期限延长三年 增加了这个服务吧 商品增加了 我们这一章讲的这个商品 它是广义的一个商品 包含服务 我们这个为了简便起见 这个商品是包含商品和服务的 那么这个题呢 这个商品就是服务嘛 那第二个要求是 它的增加的这个对价 是不是反映了单独的售价 反映没反映 反映了合同变更日 这个商品的单独售价了吧 是的 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 所以它是属于情形一的 我们可以将变更的部分 作为一项单独的合同来处理 那我们来画个图 原来是三年 每年它的服务费是十万 那后边又增加了三年 那么这三年呢 是二十万 那因为它属于情形一 所以我可以把原合同和新合同分开 那原合同你就去确认原合同了呗 即这个A公司按照每年十万元 也就是说第三年不是还没确认吗 这个第三年 这个第三年啊 也可以按十万元去确认收购 前两年它已经确认了吗 每年十万元 那么后边呢 后边后三年 我可以按照我的新合同 二十万元的一个价格去确认呢 每年是多少 二十除以三 或者六点六七吗 这是我们情形一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是情形二的 A公司与客户啊 签订一个合同 每周为客户的办公楼啊 提供保洁服务 合同期限为三年 一样的 客户每年向A公司啊 他支付一个服务费 十万元 假定这个 这个价格啊 反映了合同开始日 该项服务的单独售价 在第二年末 合同双方对合同进行了变更 将第三年的服务费啊 你注意 他现在调整了一个服务费 第三年的服务费 调整了八万元 假定这个价格反映了合同变更日 该项服务的单独售价 这是他变更的第一项内容吧 第二项内容 以二十万元的价格将合同期限 又延长了三年 假定这个价格不反映合同变更日 该三年服务的单独售价 也就是说 每年的服务费6.67 这个时候 他是不反映了吧 他的变更 是符合哪种情形啊 我们可以先判断 是不是符合情形一 再去判断符不符合情形三 如果不是 那么就是情形二呗 是不是情形一呢 他有没有增加 这个不反 有 但是他增加的这个二十万的价格 这个商品 有没有反映他的单独售价 不反映 所以他一定不属于情形一 那他现在这个商品保健服务 是不是可以明确区分呢 是 所以他不属于情形三 他肯定是情形二 情形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本例当中啊 在合同开始日 A公司认为 其每周为客户提供的保健服务 是不是可明确区分的 你也可以先判断一下 我提供的这个服务 或者是商品 他是不是明确可以区分的 因为不可明确区分的 非常简单 就是建筑建筑物修协屋顶嘛 在这个建筑物上做一些动作 他是不能够明确区分的 除了不明确区分的 那不就情形一和情形二吗 所以他肯定是情形一或情形二 但由于A公司向客户转让的是一系列实质相同 且转让模式相同的可明确区分的服务 因此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履业义务 那么这个知识点 是在我们后边学识别单向履业义务的时候会学到的 像这种保洁服务啊 就是一些实质相同啊 我每周都提供嘛 模式也是相同的 而且可以明确区分的一个服务 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作为一项履业义务 你不需要每周去确认 它的收入 那么在合同开始的前两年啊 合同变更之前 A公司每年都可以确认收入十万元吧 这个没问题 那么在合同变更日啊 由于新增的三年保洁服务的价格 它不能反映该项服务在合同变更时的单独售价 是不是他题目里直接告诉你了 所以这个合同变更啊 它不能作为单独的合同处理呗 也就是说不属于情形一嘛 由于在剩余合同期间 需提供的服务 与已提供的服务 是不是可以明确区分啊 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情形二 已转让的这个部分和未转让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那么A公司呢应当将这个合同 原合同终止新合同成立嘛 原这个合同变更啊 作为原合同终止 同时将原合同当中未履约的部分 与合同变更作为一项新的合同进行快据处理 新合同期限为四年 为什么 因为我是在第二年年末发生了一个变更 我原合同是不是还剩一年 然后我又增加了三年嘛 那么一共新增的这个新合同是不是四年啊 那我现在要确定一下这个新合同的交易价格吧 我不确定交易价格怎么去确认收入啊 那么对价为多少 二十八万元 为什么 因为第三年的时候 他这个价款 是不是改成八万元了 后边呢 后边三年是不是二十万 那么一共是多少 二十八 那你注意 现在我们是做一个新合同处理哦 所以我新合当中 A公司每年确认的收入啊 不是前边先确认 八 后边按6.67去确认 我要进行一个平均分配的 所以是二十八去除以四 我每年确认七万元 这个二十八是我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新合同 新合同有四年 它的一个总的交易价格 然后去分配 好 这是情形二的一个例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情形三 某新年1月15号 已建筑公司和客户啊 签订了一项总金额为一千万元的固定造价合同 在合同自由土地上建造一栋办公楼 预计合同总成本啊是七百万元 假定该建造服务属于在某一个时段内履行的旅约义务 我们之后会讲啊 某一个时点如何去确认收入某一个时段如何去确认收入 这个某一个时段不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十二个月花费吗 是吧 那我们要分期去确认收入啊 那对于这种建造建筑物的话 我是要根据它的履约进度去确认它的收入吗 这个建造服务比较特殊 它是要根据履约进度去确认收入的 建造服务属于在某一个时段履行的履约义务 并根据累计发生的合同成本啊 它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一个比例去确定履约进度吧 我已经发生了多少成本 占我整个合同预计的一个总成本的一个比例 不就是我目前来讲 我履约的一个进度吗 我完工的一个进度呗 用这个比例去乘以我总的合同收入 不就是我应该确认的当期收入吗 在某七年末 乙公司啊 它累计发生了成本420万 履约进度呢 是60% 为什么是60%啊 我在某七年一共累计花费了420万 我总的成本是多少 合同总成本是700 也就是说我的进度60%呗 这个不难理解吧 那根据这个60%的履约进度啊 去确认收入 因此以公司 它在某七年确认收入多少啊 总的价款是1000万吗 它去乘以1000万 不就是应该确认600万的一个收入吗 这就是建造服务 它要根据履约进度 去确认收入的一个账务处理 因此啊 这个某八年初啊 这个合同双方开始变更了 做这个合同变更了 它同意变更啊 更改这个办公楼屋顶的设计 是不是我一直在讲不可区分的这个案例 就是修改这个办公楼的屋顶啊 这个设计改了一下 你改的这个变更这个部分啊 和你原商品 也就是这个建筑物建造 能明确区分吗 肯定是不能明确区分的 对吧 所以它必定是属于我们情形三的 合同价格啊 和预计总成本 因为你改了这个设计 所以会有增加吗 合同价格增加了200万 也就是说我原来合同总价格是1000万 现在是多少 200万 也就是1200万嘛 增加了200万 1200万 然后我总成本原来是700嘛 现在增加了120 也就是820万 是这样吧 那因为 我的总成本和总价款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我我确认的这个收入和成本 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 我要去调整 那我调的时候一定是去调当期 一定不能追溯调整 因为我是 我这里不是一个前期差错 也不是政策变更 所以一定不能追溯调整 在收入这个章节里面 都没有追溯调整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析 在本例当中 由于合同变更后啊 你提供的剩余服务 与在合同变更日 或之前已提供的服务啊 不可明确气氛吧 也就是说你增加的这个部分 和你原来的 仍然是合并在一起 是一个单向的履约义务 因此 这个乙公司啊 应当将这个合同变更 作为情形三 我们怎么处理的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你和原合同分不开 所以你只能作为原合同的一个 附属的组成部分 继续进行会计处理 那合同变更之后 它的交易价格是 刚才算出来了 1200万 重新估计的履约进度 是不是也要换 是多少了 一共花了420万 去除以 我们现在改了700万 加上120万的一个总成本 也就是说 它的履约进度是51.2吗 去乘以你修改后的 总的交易价格 1200万 那么算出来 你在合同变更日 应该确认的收入是多少 那你确认的这个收入 和你原来确认的 这个收入是一个比较 你发现呢 你需要额外再增加一部分收入 你少确认了 少确认了多少 这个数减去你原来确认的600 会这个相应的要增加 14.4万的这个额外收入 那你增加就行了 那你增加二手 去增加 增加某八年初就行了 增加当期 当期 合同变更日这个期间 那不属于会计差错 也不属于政策变更 不需要追溯调整之前的 好 那么这是情形三的一个案例 那是情形三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这次留意的 你本身的减去 那么这一件事 有点事 变成多了